是已經有人來買了嗎? 我是第一 我是第一個喔 耶 都是雞的精華 哇 鮮的超香的 就買 一秒彈開 1 2 3 4 5 嗨 我是菱菱 這道家 你決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無賣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5點更新 所以記得幫我們夜宵喔 我們現在來到肯德基 聽說有一個很限定的新品對不對? 南洋二砂脂肪肌 它的限定是多限定喔? 它的開賣時間只有6週 那個二砂它其實是比較偏馬來西亞 然後還有新加坡的口味 那你有吃過那個東西嗎? 沒有 那我們來吃吃看 所以今天的計畫是 調查看看肯德基期間限定的新品 那個我想要點這個今天開始賣的 對 是已經有人來買的嗎? 也是第一格 我是第一格 耶 好 我們回來了 然後我們這次買的是 123元的熱沙子包雞餐 然後裡面有包含這個雞汁風味的飯 還有飲料這樣子 將 那我們來打開看看 好 沒有的沒有的香 哇好香喔 我想要做的有點不一樣 這個都會有兩塊雞 一個是雞腿 一個是 你問我嗎? 這是大腿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是一整個肉的腿 然後還有醬 還有玉米 番茄 洋蔥 這樣子 那這個做法是怎麼樣呢? 因為肯德基 它很有名的一個料理方法就是 製包雞 然後它就是像這種 把它包起來之後 好像是用210度的高溫去這樣子鎖住 所以你看它那些湯湯水水有沒有 都是雞的精華 哇好香喔 超香的 然後這個的話 我們還有那個對不對? 手套 對 手套 我們來戴手套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人套餐 對齁 有誤 有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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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我用這個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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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所以有一點點乾乾的 我覺得比較可惜 可是跟這樣一起吃的話就是很好吃 然後這個laksa的話通常都是那種 哔哩哔哩辣辣的嘛 可是這個不是很辣 它就是香味而已 所以比較甜甜版的laksa的感覺 我和台灣人口味是嗎? 我來吃吃看肉 いただきます 它有異國風味喔 可是硬要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還是有點偏淡 像他剛剛講的 它的味道的話可能都已經 附到可能它的蔬菜啊 然後湯裡面去了 發了的話就是雞肉本身的味道也蠻重的 可是那種很香很甜的味道 因為我自己是期待 啊我可以吃到laksa 可是啊沒有laksa那種 會很辣那種感覺 所以個人是覺得可以再辣一點點 可是這個的話真的小朋友到阿公阿嬤都可以享受的味道 嗯 蕃茄有沒有 真的嗎?什麼樣的感覺 蕃茄本身就很甜 可是不是滿滿的這個雞的味道 還有醬的味道 欸其實我覺得 搞不好這個湯我想喝喝看 嗯嗯嗯 那湯今天也很好喝嘛 來 啊謝謝 你喝喝看 不錯 嗯嘛 嗯嘛 超好喝的 很豐富很豐富的味道 就是滿滿的那個雞的香味之外 還有剛剛很多有講的那個蔬菜那一點點一點點 可是卻又不吐露也不會不明顯的那個味道 這個湯最好喝 對啊 第一題 而且我們不是有飯嗎 對 我們現在吃一口飯的原味要等一下加看這個湯 好啊 可是這個的話不是普通的白飯對不對 這個是雞汁飯 你有吃過嗎 欸沒有欸 喔那你吃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吃 哇好好吃喔 之前我跟媽媽去吃的時候她也很喜歡吃這個 可是我剛才都覺得很像那個豬台飯的味道 喔 對欸蠻像的 嗯 但有一點爛爛弱弱的感覺 比較不是粒粒分明的但是已經吃吃所以它變胖了的感覺 嗯嗯嗯 那我們跟雞一起吃吃看 嗯 我不知道正確的吃法是什麼欸 這樣子喔 確定 這次覺得這樣我們比較快 我們來吃吃看囉 好 下去囉 現在放一個地方就好了 稍微加來吃吃看 它味道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いただきます 嗯 一秒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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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有這麼好吃嗎 嗯 臭嗎 欸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除了是那個我們剛剛喝湯那個本身的那個很香甜的味道之外 因為它飯本身就已經有點甜甜的感覺了吧 所以就是那個甜上加甜 又不是那種死甜而是那種很多蔬菜的那種清甜的味道 還有米本身那個甜甜的味道 很厲害 因為它這個的話 它本身就有很多很多味道 嗯 可是再加這個米飯還再加這個香料 可是都不會打架的感覺 對 好吃 欸這個真的好吃 那我們跟雞肉一起吃吃看 普通的好吃 不是好吃 卡納 因為這個白飯也甜甜的 然後這個醬也甜甜 嗯怎麼講呢 為什麼會普通的好吃呢 那我現在吃吃看 嗯 嗯 因為我可能 我剛剛吃的地方是那個 有加那個湯的 然後它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好吃的醬醬之外 多了一點那個肉的口感 多了一個不一樣的口感 可是它這個醬的話我覺得 存在感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重 它本來是一個配角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像少佐我講剛剛應該是 吃一般的 沒有加醬的飯對不對 嗯嗯嗯 可能會 嗯 對 我自己是決定我剛才吃到很多部分 那就是那個雞的皮嗎 嗯 然後雞的皮的話 我覺得這個的話 因為它有很多香料跟醬都在皮 然後這個肉本身沒有什麼入味的感覺嗎 嗯 所以就像玲玲講的 跟肉跟飯吃的時候 好像飯是主角 然後又有一點 比較沒有味道的肉在一起的感覺 的確它的皮 可能因為吸了很多湯 所以其實味道也很重對不對 嗯嗯嗯 好那這次我們不只是這個雞肉 我們還有想跟其他雞肉一起比 將將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那個 美式BBQ烤雞 可是我剛才問店員的時候 我說這個跟這個差不多嗎 它完全不一樣 是一樣的部位 可是 做法不一樣 它看起來是用烤的 那 我們來比比看 它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是點單點 然後它這樣是一塊 小張一塊是多少錢啊 一塊是58塊 有一點小小的貴 欸 我來吃吃看味道 いただきます 嗯 你看這個醬有點偏 美式 意式的感覺 有點鹹 因為台灣的話通常是偏 比較甜一點的醬對不對 甜甜鹹鹹 可是甜比較重 可是它麵的話是鹹味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最後才是那個甜味這樣過來 然後它的肉的話 因為它的醬其實是 包了整個都是嘛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比醬沒有那麼的甜 然後可是是比較有肉的咬勁 它的醬的話 全部都在那個皮上面 然後還有外層這裡 有一點那個鹹鹹辣辣的那種 一點點感覺 可是這個是完全沙頭醬也可以吃的辣 它的醬的味道比較重 嗯 因為可能畢竟是美式BBQ嘛 用烤的那種感覺 薑膠之下的話 這個是比較清淡 比較是年齡層比較廣 這個的話感覺比較特定是 年輕人 眾口味人喜歡吃的感覺 也不要吃吃看 好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的話 就像玲玲講的真的蠻鹹的 然後 比起來嗎 感覺因為這個的話 一直都在那個紙包裡面 所以比較嫩 比較有水分 可是這個的話 比較是乾乾系列的感覺 可是我真是覺得 因為這個比較重口味 所以 這個也蠻搭那個白飯的 喔 你要試試看嗎 普段的白飯比較大 嗯 這個在香料本來就是比較 異國風情的口味嗎 這個是比較那個東南亞的口味 然後這個是比較美式的口味 所以 兩個味道都很重 所以比較會打架的感覺 台灣人吃飯的習慣的話 他感覺就是 飯會喜歡加一些 湯湯水水的東西 我覺得飯的話可能 跟這個比較搭 哇這個再多一點吃 就更好吃捏 對啊 這個我們就只能靠他那個 那些精華有沒有 嗯嗯嗯 好那我們繼續吃 嗯 你也吃越好吃欸 它是更好吃 真的嗎 我覺得要被開始吃 其實吃幾口就會膩了 好直接喔 嗯嗯 那我們的 最後一口 來 吃完了 那這次令你吃完覺得怎麼樣呢 我想說你會這樣講 然後你就這樣講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吃的是那個吧 那個沙子包雞嘛 然後雖然說可能雞的雞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這一次的話 嗯 我覺得它的 好吃全部都在它的精華裡面 嗯 它那個湯很棒 然後其他就 普通 為什麼 好就普通的好吃 嗯 普通的好吃 我可能 不會再吃了 對不會再吃了 明明不會再吃了 明明不會再吃了 好那我的話呢 會覺得那個精華 的部分跟那個白飯 真的好吃 我真的超厲害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吃 好好吃 我用那個手刀一直在捆 好好吃 我有點嚇到 你看這樣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真的好吃 所以那個雞肉有一點可惜 可是滋味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呵呵呵 可是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大大的考量 對不對 是 嗯 價錢嗎 對123的價錢 對123的價錢 因為123然後有白飯跟雞肉 然後有一杯飲料 可是 123欸 那個眼睛閃 再吃 再吃 然後 稍稍的有點 價位 可是因為其實我比較少吃 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料理 然後笑笑口感覺得這樣味道 我是沒有真正去那邊吃過 可是常常日本有辣 LUX啊 口味的東西什麼什麼的 吃下來還是覺得 可以再辣一點嗎 我今天還特別買了柳橙汁 就是 預備我的嘴巴會非常非常的痛 可是完全不痛 所以有一點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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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那今天我們跟每次BBQ比較 有什麼心得嗎 可是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個人口味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2啦 我個人覺得是3 2啦 3 超好吃 請大家去去去吃吃看 大家可以嘗嘗試看 感覺比較偏然一點的 可以告訴我們 留言告訴我們感想 那這個就是6個禮拜限定 所以要吃的人要快 嗯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 別忘記我們嗚嗚賣美食頻道 每天5點更新 記得幫我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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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余先生 謝謝牛先生 謝謝牛先生 外包對幸運的感謝 珍惜眼前的一切 謝謝季先生 謝謝朱先生 唱首每一刻的瞬間 都是無比幸福的一切 謝謝